手機的遊戲在電腦OBS上面直播 我們還會嵌入直播主的大頭照 另外呢 你在直播過程中的留言也會顯示在這上面 當然直播主講話的聲音 也可以透過這個麥克風進行混音 開始玩魔術方塊留言 哦可以看到留言 開始玩魔術方塊 好好玩哦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留言哦 開始玩魔術方塊 我今天要非常非常詳細的分享給大家 手機的遊戲在電腦OBS上面直播 然後你會用到什麼設備 還有一些設定上面遇到的一些問題 好我們首先先準備這個麥克風 因為我們在做這個手機遊戲直播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跟我們直播主講話聲音混音在一起 那我建議你準備一支USB的這個紙下麥克風 請你先將USB的紙下麥克風插到你的電腦 加麥克風的USB接口接到這個電腦上面去 另外呢你在直播過程中 你也會遷入這個主持人的這個大頭照嗎 我用這個羅技的攝影機 作為這個視訊的鏡頭 我把他接到這個上面來 再來啊最重要就是如何將你手機的遊戲的畫面 投影到你的電腦OBS 不管你是iPhone還是安卓 有兩種方式可以投影 一種是用無線的方式 一種是用有線的方式 無線的方式最討厭的地方就是穩定度的問題 還有你的電腦CPU使用率的問題 因為通常是無線的方式是 這個東西投影到你電腦某一個程式 然後你在用那個OBS去抓那個程式的畫面 那這個有兩個問題會發生哦 第一個是穩定度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空氣之中有充滿的各種2.4G WIFI 會互相干擾 你可能玩到一半可能就會被干擾到 就畫面就頓了一下 另外呢就是該講的是那個CPU使用率的問題 因為是有OBS去間接去抓那個程式的畫面 所以他會耗掉非常多的CPU使用率 另外還就是忘記跟你講 這個你用手機無線投影到你的電腦上面 他的畫面的解析度不會太好 所以就看你的選擇 我們採用的是所謂的有線的方式 如果你採用的是這個 Apple原廠的Lightning to AV的轉換器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先接電視給你看一下 你看哦iPhone的影像投影到電視 他會呈現左右黑邊 那這個左右黑邊佔的面積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佔了2%以上 也就是說啊 你真正能夠使用它的面積是 只有這一大塊裡面的這一小塊 不到1% 這樣的影像你丟到OBS 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你把這個電視想成是OBS的畫面 你會擷取就是這一塊而已嘛 那這一塊只有1%而已 所以你做出來的直播的影像 會不好 因為大部分的 黑色的區域的面積都浪費掉了 同樣的原理安卓也是一樣 這個安卓手機連接USB-C的Hub 然後HDMI出來 你看一樣也是會產生左右黑邊 這個左右黑邊超過了 1080p的解析度的2%以上 你這樣拿去OBS做直播 你擷取這一塊 那你浪費的解析度就超過了2%了 那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有的 這一款是手機直視全螢幕投影器 當你的手機連接到這個轉換器之後 我們不會發生3分之2的是黑色的面積 而是全部都會呈現在這個電視上面 這邊的話是連接電源 然後這邊是連接你的傳輸線 然後這邊是HDMI的輸出 如果你是iPhone就用Lightning的傳輸線 安卓手機的話就用USB-C的傳輸線 好我先接電源 HDMI輸出接電視 然後呢iPhone的話 就用Lightning傳輸線 我這樣接上去 他畫面就會全螢幕的呈現在電視上面 那麼你在電腦OBS上面 你只要把它轉90度就可以了 你看這裡是100%的面積 都呈現這個iPhone手機的畫面 沒有所謂的3分之2浪費的這件事情 一樣的道理 安卓手機連接USB-C的傳輸線 然後呢 直式的安卓手機的畫面就會 呈現在電視全螢幕 不會浪費掉任何的解析度 用這個轉換器還有一個優點 並不是說所有的安卓手機 連接這個剛剛的這個USB-C的HUB 都可以有HDMI輸出 沒有這件事情的 有一些的這個安卓手機 你連接這USB-C HUB的HDMI是不會出來的 那如果又連接這一款 手機直式全螢幕轉換器的話 這個不管你是任何的安卓手機 假如你是在安卓手機 Android 6以上 保證都會有HDMI出來的畫面 都可以呈現在電視上面 剛剛我們在電視上面呈現的畫面 就要用這個視訊擷取卡 然後把它擷取下來 然後丟到電腦OBS上面去 我們採用的是手機直式全螢幕的投影器 因為我們剛在電視上面看到 電視上面呈現的是幾乎是百分之百的影像 這個不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黑片會浪費掉 所以呢我們這個手機直式全螢幕的投影器 這邊有個HDMI的輸出 然後我們就連接HDMI的線 連接出來 然後這個線啊就連接到這個視訊擷取卡 這款是我們公司的擷取卡 叫做Febon 179 Plus的HDMI的擷取卡 然後這邊是HDMI的印輸入把它插上去 好然後呢這邊的USB的頭就接到電腦上面去這樣子 這個是iPhone的充電線 lightning的接口連進來 然後呢這邊USB-A的地方 連接到轉換器的這個USB-A的口 手機畫面就透過傳輸線進到這個白盒子 白盒子轉成HDMI 進到這個視訊擷取卡 然後到OBS 用這個畫可以讓你的手機的直式 會在OBS上面呈現的是這樣 全頻滿框 另外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網路線啊 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不得要用無線網路 千萬不要用無線網路要用有線網路 用有線網路連接到你的筆記電腦上面去 好這個是有線網路連接到你的這個筆記電腦 好我們現在打開這個OBS是長這樣子 設的畫面出現什麼 等一下你的直播平台就出現什麼 我們現在要幹嘛 我們現在就是要想辦法將這個 iPhone的畫面啊 還有一些 USB攝影機畫面全部塞到這個黑畫面裡面去 等一下他出現什麼就是直播什麼了 好我們先加一個底圖吧 我們剛才做示範的時候有個體圖 新增一個圖片 把那個底圖給加上去 好就加上去 然後把這個移到適當的大小 然後呢再來就是要連接這一支這個 iPhone的畫面 iPhone畫面我們就把它加上去 新增視訊裝置我們就打這個iPhone 去抓 就抓到了 然後呢這個 這邊我們就抓這個1080P 好 你們發現 這個iPhone的畫面是 百分之百躺平 填滿到你的OBS上面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直播啊 因為你如果這樣直播的話 你的客人也會看到的是 躺平的畫面這樣就不對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畫面給他做翻轉 怎麼翻轉呢 這邊就滑鼠右鍵變形 順時針90度 好我們再把它拉成一個適當的大小 好然後呢我這邊的地方 我要放我的羅技的攝影機 好我把它加上去 新增羅技攝影機叫做視訊裝置 我就打那個 USB CAN 好去抓那支羅技的這一支 好那解析度調大一點 我調那個720P就好了 好那把它拉小一點放在旁邊去 放在這邊 好這時候 這個webcam就照著我了 這樣子 好有沒有看到 這個羅技的攝影機已經加到這邊了 那iPhone的畫面就加到這邊 這樣子 然後這個iPhone畫面是沒有浪費掉的 因為他是我們剛才是真的是把這個 橫的把它轉成90度 把它移到這邊 好接下來呢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加你的 聲音 聲音有兩個來源 一個來源就是你的 iPhone的手遊的聲音 遊戲的聲音嗎要加上去 另外還有一支這個麥克風的聲音 好我慢慢加 第一個我先加麥克風的聲音 我就加 擷取音效輸入不是輸出是輸入 好我就加MIC 然後這支麥克風的名字叫做這個 Apple Media的這一支 去抓 哈囉你看 嗨 這邊有在動嗎這邊 嗨 嗨 這邊有在動對不對 好 那我繼續再加我的那個 iPhone的聲音 iPhone的聲音我就打 iPhone Audio 去抓iPhone的聲音叫做 我的擷取卡的來源這樣子 好 所以呢 聲音的來源就是 iPhone Audio這裡 那我們把不要的地方都把它給槓掉 這個我不要 還有 USB Cam的我也不要 那我只保證留下剛剛這兩個 就是 iPhone遊戲的聲音還有這個麥克風 這兩個留下來 接下來啊我要遷入我的這個留言 就是我的 觀眾留言啊 我要把它遷入到我的這個OBS上面去啊 就是遷入到這上面這邊 請你搜尋這個Streamlabs 然後按這個登錄這邊 你就用你的 YouTube的帳號去登錄就可以了 這樣子 一開始我就叫你登錄嗎 用YouTube的帳號登錄 然後呢這每個叫做 所有工具 這邊聊天框 然後把這個 把它給複製下來 複製複製下來 好複製下來到你的這個OBS這邊 去你選這個瀏覽器 將剛剛那個網址給貼上去 好你就把它移到這邊來 他的原理是這樣子啊 就是當你的YouTube觀眾 在你的頻道留言的時候 他留言的那個字串就會串到 剛剛那個叫做Streamlabs Streamlabs之後 然後他就會將那個字串給抓起來 然後呢就會用那個 剛剛那個 URL的方式呈現到你的這個 那個網址上面 然後你剛剛OBS 只是把那個網址給貼出來而已 就這樣子原理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開始做這個YouTube的直播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 進行直播 好那請你先將他的有兩串給copy下來 第一個是串流碼把它copy下來 然後到你的OBS後台去做貼上就可以了 好這個要串流 把它貼上去 好另外一個叫做金鑰的地方 也一樣要把它貼上去 把它給複製 貼上 套用確認 在我們直播之前啊 請你去 確認一下你後台的一些設定值 好第一個要 看的地方是這個影像 這邊都叫1920x1080 然後呢這邊30幀或60幀都可以 然後輸出這邊呢 請按進階 串流 然後這邊有一個NVIDIA 能夠選NVIDIA就選NVIDIA 如果不能的話 就選QSync 最爛再選這個 AX264這邊 好 然後那位元率呢 你可以選5000、6000都沒關係 那因為我這邊電腦的網路不好 所以我選2000 OK 然後呢就按 確認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就可以開始按這個 直播了串流 按直播之後呢 然後我們可以跳到這個瀏覽器 這個瀏覽器 這邊 這個剛才是YouTube的頁面 你看他就開始寫直播了 直播中 稍微等一下 好你看到畫面了嗎 我們來測試一下這個這個 留言的部分 好我們怎麼測試呢 呃我就用另外一隻手機打開來 然後呢我就 到那邊去留言 這邊嘛對不對 好我就留言看看 FFF 打這個留言哦按下去 那你看這邊會不會出現 有沒有看到FF有沒有出現 這地方 有沒有 這地方 所以啊我們就已經完成了這個 留言的部分了 我們再打幾個字 好好玩哦 開始玩魔術方塊 開始買玩魔術方塊 開始玩魔術方塊 開始玩魔術方塊 好好玩哦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留言 可以看到留言 開始玩魔術方塊 可以看到留言 你OBS的直播一定要用有線網路 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就是說你的這個 iPhone手機或者是安卓手機 投影到你的電腦 這件事情會讓你的電腦 有發生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用無線的話 那麼有可能會被干擾 這不太好 另外呢用無線還有一個問題是 他是投影到你的電腦 啊你電腦的程式 在被那個OBS間接抓到 這要你的電腦的那個CPU使用率 會很高 什麼是CPU使用率 CPU使用率 CPU使用率是你看我這邊 右下角這邊 這邊叫CPU使用率這邊 那這邊你現在看到只有2% 但是你稍微爛一點的電腦 或者是用 多一點的CPU的話 那個會飆到15 20以上 通常我們在15 20我們都不太建議了 我們希望能夠在15以下會比較好 還有第三件事情就是說 你用無線的話 就投影到你的OBS 那他的畫面其實解析度並沒有太好 所以我們就採用有線的 那有線的方式我又不採用的是 像Apple原廠的 lightning to AV 因為我們剛有demo給你看 我們呈現到電視的時候他是 16比9的畫面嗎 然後左右會有黑邊 真正的用到就有中間那一塊 不到三分之一的面積 那這樣你在電腦OBS抓取的時候 那個畫面也不會太好 所以我們採用的就是所謂的 這個 Febo 手機直視全螢幕的投影器 然後這樣讓你的手機直視的畫面 100%呈現到你的電腦OBS 這樣會讓你的 手機的遊戲的解析度會提高 手機的遊戲的解析度會提高